在自嗨啊 講難聽一點 蘇貞昌院長真是太誇張 大熊天天考0分 考卷把它蓋起來 今天就不愧考0分了嗎 我把人數蓋起來 就沒有人確診了嗎 合理的人多少並不重要 重點是我們在社會上 有多少人染疫 就直接說 無症狀就不算確診好了 無症狀不准塞 他就是要把那個數字壓低下來 這個小孩子啊 6個月大燒到39.2度 然後燒死在父母面前 誰能接受 有網友爆料很多地方 組織醫師不用檢測 因為不塞就不會確診 急診兩人 故50個病人 真的撐不住 這就是答案 各位 不見得是真正的COVID-19 為什麼 因為急診掛了 他可能會因為其他原因 他需要急診 但急診先救不了他 今天這個孩子燒 高燒到39.2度 不管他是不是新冠疫情 他是不是新冠疫情的 是間接受害者 我每次講的孩子 我都特別特別的難過 因為我們自己小孩很小啊 所以感同身受 像我家老二最近快一歲了 每天扶著椅子在那邊走來走去 多可愛 快一歲的孩子 最近又一個茶館了 我們還有幾個這樣的悲劇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